在整个公务员体系里面 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就是 所有的本加瓦蛋的这个填满率 是在90到95% 它不会填满100%的 那个是整个JPA 公共服务局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我们讲Baratus Pen Isian 已经填满的师资呢 滑小来讲96.08% 蛋小98.23% 华小95.60% 当然华小 华小不能够跟华小相提并论 因为在华小的这个师资方面 他们都必须以这个华文来教学的这个师资呢 比起其实华小的这个要求呢 是来的更多 时间上的来的更长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总数 包括中学 包括伊斯兰教育 包括Pendelican Task 这个特殊学校 包括Vocational等等 所有的这个老师的这个需求 老师的需求是 431280亿人 而被填满的这个老师 是412408人 坏句话来讲 总体来讲 在教育部的这个数据底下 所缺乏的老师是18873个 填满率 Pendelican 95.62% 为什么是95.62% 这个也是我去年开始学的 在整个公务员的这个体系方面 大家要了解 大家都是以 本加瓦丹 就是有多少个职位 还有本一项 就是填满多少个职位来计算 所以无论是你在教育部 还是在国防部 还是在地方政府发展部 也好 所有的本一项都是在90-95 甚至95多一点 96%左右 当我们谈失职的这个时候 这个表不单单只是 滑小的这个失职的问题 而是整个所有源流学校的 这个失职的问题 在沙瓦丹 本沙瓦丹方面 也就是在这个职位方面呢 总共有36,718个的职位 而填满的这个职位呢 有35,277个 换一句话来讲 我们滑小缺乏的这个失职是1441个 所以如果总的来看 我们的这个老师各源流 中学小学班级的这个老师的不符 是18,873个 总共的这个本一项呢 这95.62% 在公共服务局的那个眼中 95.62% 就是已经很高了 但是如果我们以每一个学校的这个需求来讲 你不够1441个 滑小老师 坏一句话来讲 每一间学校都不够一个 然后大家也要知道 有一些微型学校 可能那个学生跟老师的比率又不同 所以在一些学校里面呢 也可能不够两个 等等 这些情况是出现的 所以在这方面 其实我认为其中一个 最能够最有效解决的这个方法 我们看怎样子要解套 我们要听out of the box 我们要以一个不同的方式 看怎样子去把整个问题 能够至少解决错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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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